透过典藏展,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过去50年画家眼中的台湾景物 台开典藏展,收藏7档台湾50现代绘画水墨展览 34位画家,53幅身具时代性,触动观者心灵的作品 所谓的时代性,意味一些当时理所当然 反映时代风貌的人事物 透过艺术家敏感纤细的心灵与观察 捕捉大时代的脉动与印记 这个50年的意义就是说 除了台开成立50周年 并且在这个时候从倒数回去50年 这个时间的确是台湾现代艺术一个蒙发时期 跟一个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时期 所以我们把这个时期的这些作品把它集合起来 这些画呢,多半都能表现了当时的时代性的意义在里面 在我们做整个这个展览的时候呢,得到了非常大的反响 对于台湾现代艺术的推广呢,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我相信这个展览是一个开始 不仅仅是我们在这个展览会里面 并且可以推广到其他的地方以及整个的社会环境里面 将来这一批画会在台开公司在花莲的美术馆 并且我们继续地把这个画呢,继续地增加 然后让这个美术馆的收藏呢更加丰富 我想这是,这一个展览会带有多重意义的地方 台开主空间策划这场典长展 是希望让未来的下一代看到过去50年画家眼中的台湾景物 也看见这群艺术家在风起云涌的年代努力奋斗的轨迹 展期即日起至10月16号 让我们一同回顾过去,创造未来 重温这份时代的感动 法治新闻来龙许可永,台北采访报道